那破给毛泽水脏水一个最大的一盆势 毛泽东正是独裁吧 还不懂经济 因此毛泽东去世的时候 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个最大的谣言 如果毛泽水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怎么可能 用27年的时间 就把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呢 在27年中我们的国家 科研军兵 1999年 10月1号 广场阅兵 我有幸参加 我身边一个老同志 副部级 就跟我说 就这些兵器 都是毛泽东时代的兵工厂造出来 这笛子 主席去世后 我们大概下满了200多个军工项目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运石飞机 这最典型的下来 还有好多阶段项目 包括造航母的计划 都在实施 如果主席时代经济崩溃了 那怎么会有四次涨攻击呢 七五年全国葡萄工作 七七年七八年 三次涨入国 你不都是毛骨帅的积累 怎么崩溃了 一方面拿着毛骨帅的积累 再 说极端点 叫要买银心 我一方面就是那个时代崩溃了 你拿谁的钱 啊 七九年对月最反击战的军税从哪来 不欠内债 不欠外债 没有失业 没有倒闭 没有经济危机 怎么会崩溃呢 有人污蔑说 那时代就没有经济 原始社会都有经济形态 怎么会没 这道经济就没有 污蔑 他说什么 不是毛泽东时代 虽然没有下岗 那都去农村 那工厂都在干着活呢 就是很多人不了解 实际上是胡说在那 以论传论 那时候 我公费医疗 公费住房 公费教育 我曾经发了个帖子 骂的不少 黑心 脑残 不够适时 我说的毛泽东时代 医疗 住房 教育 不要钱 是相对 相对话来说的 那是民生住房要钱吗 那是成全人 就是挣这一间房子 你就出了很少的租金 你上街 就出 就要杂费啊 一两块钱啊 那这成人判定 就 你这间联丹 挂了号 后面所有守租金 全保护家 门村有吃饺料医生 对吧 有合作医疗 对啊 这个铁的发生之后 很多人骂 越来越多的人 就是 就是 就养七八坑 这事实啊 对吧 你说吧 住房子不要钱 七八坑住一坑 中国皇子 七八坑住一坑 他也是不要钱的 没错啊 对不对 你说现在 而且说你房子处理了 你犯的 忙活你不去 犯了 现在 你也知道 那也得扩大 也得一不踩在地上呢 是吧 哈哈哈 他不是就你了 对吧 所以 给了解 当时真是什么 人生日晒过来的 对吧 那我们突然 家里都 都有七个孩子 甚至还老 哪还带一套身子 不就是八坑住 过的是你父母 但他确实是你 信实 还活起来 对啊 我认证的是 毛鸣设计 你没灯亏 跟你平衡 你没有人这么管 周安东 在1970年 4年的报告中 那都有数目 52年到78年 靠 那应在1979年 9月30号 国庆大会 没有下话 52年到78年 怎么讲 美国 毛泽东研究专家 特利尔 特别提出 在1967年到1969年 外界人为 中国最乱的时候 那时候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 每年 12到16 都因 都因 和 平衡 都因 感谢观看